字幕 李宗盛 看看什麼模樣,全部切片 彈手點,就踏兩下 大家看看吧 大家好,又是星星和大家吹一下水 星星什麼來的?米來的 星星,你不是又炒飯嗎? 拿杯米出來當然是教煮飯 之前有幾個網友留言問 星星,你會不會和大家分享蒸飯? 今天就和大家蒸飯 看看今天有什麼材料 有梅頭肉攪碎,未拌的待會再醃 有條臘腸,浸了十多條蝦乾 做這類型的蒸飯,有什麼竅門要注意呢? 我都很明白到現在很多家裏都沒有電飯煲 為什麼呢?因為現在蒸焗爐已經很流行 很多飯都拿來蒸 一般蒸飯要蒸多久呢? 如果在外面做,蒸一盤二十人的飯 最少要蒸四十五分鐘至一小時 今天煮兩個人的份量 現在洗了米先 洗好米之後,怎樣調教水分呢? 落一杯米,落一杯八成的水 現在蒸米先,要蒸多久呢? 這個飯全程都要蒸三十五分鐘 現在放進去蒸 煎飯之際,現在要醃豬肉 生抽一個湯匙 少許胡椒粉 蠔油一個湯匙 倒半茶匙,倒半茶匙糖入去 生粉一個茶匙,加一個湯匙水 將醃料攪勻,分兩次落,慢慢食入去 這裏大約一分鐘,一分鐘後落其他其他醃料 繼續攪一分鐘,大家看到所有醃料都食了入去 想要彈手一點,便搭兩下 臘腸洗乾淨,便切片,全部切片 現在飯蒸了約二十分鐘,應該收完水 現在可以鋪材料上面,為了方便起見,便拿出來 現在平平底鋪了豬肉上面,蝦肝放上面 鋪好臘腸,將材料鋪好,現在蓋上蓋 要蒸多15分鐘,全程蒸35分鐘,看看什麼模樣 蝦乾臘腸肉餅蒸飯完成,做蒸飯相比做煲仔飯簡單得多 做蒸飯竅門,將飯蒸20分鐘,再鋪材料上去,再蒸15分鐘 蒸飯落多少水,取缺於用什麼材料鋪上去蒸 今次蒸肉餅,落少一點水 蒸飯做好之後,落少少甜豉油 這個甜豉油製作,可以參考我的甜豉油豬扒 現在這些蒸焗爐這麼普及,做蒸飯也很方便和簡單 喜歡這個蒸飯的網友,給個like我星星,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分享蝦乾肉餅臘腸蒸飯,多謝大家收看 下個視頻再和大家分享,拜拜 談戴,蘸飯、蘸蛋、蘸蚵克蘑菇 我喜歡した蒸飯 mark,西蘭旋燃,達10 україн 香水蝦、蘸蚵克蘑菇 解消毒,是839文化 510米 完成日子,390米